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天和雷雅萍22日出席资深艺人参事 两人来不及见到朱哥亮最后一面 提到此事仍难言伤心 可是我还是蛮遗憾的 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 如果他托梦给你的吧 一点小事情 然后老了大家这么久的朋友 我觉得很厉害 其实入围者又是颁奖人的张飞 偏偏被首次入围的电视新秀 朱哥亮打败了 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一个结果 安慰 应该讲是安慰 没想到我一语成诚 太恐怖了 大家知道谁了吧 朱哥亮 秀场天王朱哥亮跟侯怡君搭档 成功敲响金钟勇国最佳主持人奖 两人全乡全面 无论是副生议员或是演技新秀 都能及到中不同火花 获着生平第一座金钟奖杯 朱哥亮笑得合不拢嘴 一开口 不是幽默又让全场通膛大笑 谢谢 谢谢 我本来不敢走这个新光大道 因为怕人家来向我要宰 原来在颁奖的这一天 朱哥亮也接到法院的判决 必须还债主一千多万 朱哥亮轻松自嘲 但是一旁的侯怡君手握金钟 心情却是一点也不轻松 万公几句啊 虽然你们看不到我 但是我一直很努力 谢谢民事总经理陈刚信 谢谢你给我机会 谢谢我旁边的朱大哥 他就像我的爸爸一样 他很疼我爱 他跟我主持的祕密 谢谢所有的朋友支持我们 谢谢你们 谢谢我的爸爸 谢谢 谢谢 很重要的是没有讲哦 好 谢谢我们的 我的杨董事长 谢谢宜天 拉我出来 谢谢高灵风 助我一臂之力 还有谢谢范可欣导演 最重要就谢我的陈刚信总经理 谢谢我们朱哥会社里面那一些联情的干部 谢谢 谢谢你们 朱哥亮进演艺圈三十多年了 首次入围金钟旧得奖 侯怡君出题声势更是一名惊人 已经情同妇女的两名 金钟奖加持后首次录影 朱哥亮跟侯怡君显得更神清气爽 谦虚的说高兴一天不敢太臭屁 但侯怡君领奖时大哭 让朱哥亮小小抱怨 得奖啊在哭 在哭啊 他害我忘记跟那个评审委员说谢谢他们 谢谢你们 忘记像我太太说谢谢都忘记了 哦,回去整个久了 谢谢 OK 谢谢余大哥 余大哥,谢谢 谢谢 余玲 真正正 余玲 余玲姐,谢谢 谢谢,谢谢 余玲姐,谢谢 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種娛樂精神 就是無私的 然後無盡的奉獻 詞曲 李宗盛